今天我来教给你土豆的八种神仙吃法 第一道 很多人都没想到 一个普通的土豆 却被一个网红店做成了招牌菜 啄啄碧点 深受女生的喜爱 关键是做法还特别的简单 首先准备两个土豆 先用菜刀削去外皮 再切成厚一点的片 切好的土豆放入蒸锅 大火蒸十分钟 将蒸好的土豆放入空碗里 再给它压成泥 将土豆泥里加入两大勺的土豆淀粉 用手揉成光滑的面团 然后菜板上撒入少许的干面 先切成大长条 切成等分的剂子 用漏勺给它按压成形 压成我这个样子即可 五成油温下锅炸 视频看到这了 能帮忙冲着屏幕点两下吗 辛苦您了 感谢您了 炸至金黄酥脆了捞出即可 这土豆啊 以后在家像我这样做 酥脆可口 想吃不需要您动手 您家谁做饭 就发给他叫他做给你吃 第二道 家里有土豆 不要再炒着吃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酥脆又好吃 用土豆把擦板擦成丝 千万别用水洗 直接加盐 鸡精 胡椒粉 抓拌均匀 土豆本身含有淀粉 你只需要放在锅中 用手压瓶就可以 中小火煎到 一面定型翻面 两面金黄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土豆饼 酥脆又好吃 是不是很简单 喜欢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第三道 是谁发明的土豆这种新吃法 我真的谢谢您好吗 这也太下饭了 土豆切成大大的小块 放入锅中 煎至八面金黄 油热炒香 葱蒜辣椒 下肉末炒熟炒散 淋入老抽炒出颜色 放土豆丁 生抽 蚝油 盐鸡精 翻炒均匀 淋水淀粉 撒小葱花炒匀 我的老天爷 好吃 第四道 我告诉你啊 以后土豆买回来 不要总是炖着或者炒着吃了 你就试试我这个做法 全家人都说不够吃 土豆切成像我这样薄薄的厚片 均匀撒上淀粉 粘制我这个样子 这样煎的时候不容易崩 还比较容易定型 每天分享简单家常菜 您可以留个关注 方便需要的时候还能够找到我 煎制两面金黄 葱蒜和小米辣 一勺生抽 蚝油 炒香加入少量清水 盐鸡精 一点糖提鲜 老抽上色 下入配菜 淋入水淀粉 像这样粘稠就可以挂食材了 快速翻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你看看吧 我是不是没有骗你 真的不够吃 第五道 多人都没有想到 把土豆上锅蒸一蒸 出锅就是一道大人孩子都喜欢吃的美食 这是我见过土豆最好吃的做法 比肯德麦的炸薯条还好吃 首先把新鲜的土豆切成滚刀块 水开放入蒸锅蒸十分钟 锅中油热倒入土豆 开中小火慢煎 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而言就能开心一整天 这个视频您就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非常的感谢大家了 把土豆煎至八面金黄外表酥脆 撒入一勺椒盐粉或者是烧烤料 再撒上一把小葱花 开大火快速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椒盐土豆外苏里诺 大小朋友都喜欢吃 喜欢你也收藏回家试试做吧 第六道 您一定想不到 土豆这么做 竟然如此好吃 今天就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七道 以后想吃土豆了 你一定要试试做这个干锅土豆片 香辣有味简单又好吃 首先土豆改刀切成片 放入清水中洗去多余淀粉 沥干水分后下锅煎 煎至两面金黄 另起锅下五花肉 我每天都会分享简单的家常美食 您就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不贵做还能找到我 好香后再加料酒 生抽 蚝油 干锅酱 盐 鸡精 翻炒均匀 然后倒入土豆片大火翻炒出酱香味 出锅前撒上一把葱段和洋葱丝 翻炒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第八道 今天用两个土豆做了一份奶香土豆饼 绵软又带一些筋道 营养又好吃 土豆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 放入蒸锅大火蒸20分钟 蒸熟的土豆给它倒成土豆泥 一个红心对您来说不算什么 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您就送我一个吧 感谢您了 辛苦您了 放点青椒丁 胡萝卜丁 火腿丁 小葱花 调味只放食盐和五香粉 再放入一勺淀粉 一勺面粉 倒入半袋块过期的牛奶 快速地搅拌均匀 揉成一个不沾手的面团 取一小块面剂 压成一个圆圆的小饼 电饼秤刷油后 放入饼坯 开中火慢煎 一面煎至金黄 搬煎另一面 煎到两面金黄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土豆饼 全家老少都爱吃 如果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它 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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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悠 叫声 叫声 感谢观看